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這原地跳感覺非常的尷尬 猜到了嗎 我究竟來台南幹嘛 猜到就真的是見鬼了 我今天到台南呢 就是要來拍這間 菜糧二郎系拉麵 因為呢 我非常的喜歡吃二郎系拉麵 我有一個朋友嘉義成老師呢 他就知道之後呢 他就跟我極力的推薦這一間 他說他覺得這一間是非常道地的二郎系拉麵 而且呢 他跟我介紹完之後呢 一直不斷地一直叫我要趕快來拍 因為二郎系拉麵本來就比較鹹比較油 所以他很怕到最後呢 會更改他的口味 比較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那說到這個 是不是應該邀請一下 我們的愛吃拉麵的小學同學呢 對 回來還是我 因為 我今天買去找三 我本來是想說 既然是要拍拉麵 就應該要串向我物理小學同學來 但是我今天上高鐵的時候才發現他說 欸 我來吃拉麵 因為呢 我個人呢第一次看到這個界面 雖然說我之前去吃日本二郎系拉麵的時候 有點過 但是它這個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就是烏帽子這個是原本正常的份量 如果你要點中的話 你就是點一次加麵 你要點大的話就是要點三次 所以我現在要來點大的 烏帽子是最基本的 點三次就會變大碗 然後我個人呢覺得吃拉麵 最後一定要點白飯 所以呢 再一份白飯 再加一份叉燒 對 就是這樣 好 這樣 好 出來了 這邊的配置跟日本二郎系拉麵 就是有蔬菜 蒜頭 杯子醬油可以加 而且它很貼心 而且它很貼心 而且它旁邊還附了一個 蠻獨法的 很貼心 哇 我吃從我小畢業之後 就不要看我自己這類型 哇 超貼心耶 它有附這種啤酒是零酒精的耶 超貼心的 喝…喝一些 謝謝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你們有發現這個是新的手藝嗎 因為我上次去日本賣餃子的時候 我就說肉我覺得妳應該要聯絡我 肉的我覺得妳要聯絡我 結果 它就寄了小蜜蜂給我 我覺得 好厲害 感恩的心 有一點興奮 因為呢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所以呢 我最近不太能去日本 所以我已經想念我的二郎系很久了 哇 這個 可以… 真的是一座山耶 好可愛喔 哇 上桌了 看起來有沒有很驚人 因為我之前在日本吃二郎系拉麵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怎麼跟他說我的野菜… 野菜… 就是我的野菜要跟一座山一樣 所以這個可以直接用中文溝通 是不是太棒了 給大家看一下 我有加點一份叉燒 所以看起來肉欲… 肉欲… 肉感很重 不過它疊這麼高究竟 因為你也知道 奧郎系有一個很重要的口訣 就是要天地反 但它疊這麼高 我要怎麼… 這個要怎麼天地反呢 要反去哪 它醬油香 豆香味還滿重的耶 最後的時候嘴巴 它才會有那種豚骨的香氣 我先來單吃菜 然後再來反一下 我來反反看 我現在已經稍微就是吃掉它的一個帽子了 究竟可不可以反成功呢 我來吃吃看它的麵條 因為我查了一下資料 它麵條 好像都是… 它們家自己做的 你看一下這個 是醋麵 它的味道其實就像我剛剛喝湯一樣 是醬的味比較重一點點 豚骨香味還好 然後咬起來是外面是軟軟的 然後內心是很苦彈的那一種 其實它我覺得還滿好咬的耶 來吃吃看叉燒 好 叉燒也肥瘦肉比例看起來肥肉比例比較多 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我最驚訝的是叉燒耶 因為它的那個肥肉的地方 咬的是有一點點口感的 可是它是不需要咀嚼的那一種 重點是它的瘦肉是非常入味 然後咬的是會有那個肉的香味出來 可是又不會柴的味道 喜歡耶 它炒炒好好吃喔 還好我有加點 這應該可以粉成功了 來囉 現在把約會不能吃的大蒜全部拉進去 這個這一碗等一下吃完 我就會整個人變成蒜頭人 我對二郎系的熱愛啊 已經到我之前夏天去日本的時候 二郎系拉麵它是比較濃厚比較重口的 但我還是很堅持一定要去吃 吃完之後出來整個覺得全身熟腸 但天氣很熱 全身又散發出一種蒜頭的味道 感覺 大家比較喜歡哪一種類型的拉麵呢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豚骨 而且像濃厚系的豚骨拉麵 這就是豚骨拉麵 時間到後面 去吃得了 所以要安心 是為了 要來著 你的汗 好 要來著 這個 過 你們吃到麵糊塗湯嗎 我來喝喝看拌進飯頭的湯 我現在一開始就要拌了 拌進去之後味道比較香 太兇… 沒有啊…角度… 嗯 角度的問題 沒有瘦… 沒有瘦 沒有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叉燒耶 因為它的肥肉的地方真的很香 很好吃 然後又不會讓你覺得很膩頭 然後可能就是外面 雞底它是那個醬油 所以它那個豆香味 跟肉搭配得非常的剛好 目前吃得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就投入我們的飯 因為我就覺得說 拉麵湯汁非常的香 一定要把飯丟下去 然後整個飯粒裡面 吸入的那個拉麵湯汁是最好吃的 開吃的 然後我要先把這個 這個先拿起來 這個要當我的最后一口 好 我們先把它移過來 我現在變成蒜仁了 最後一口喔 吃完了 整體來說我覺得比我想像中 還要再稍微清 應該說清爽一點點吧 所以比較重口不膩口 而且尾韻的那個豆香味 也還滿濃郁的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是 就是比較喜歡豚骨味比較重一點點的話 我還滿推薦大家在點的時候 可以點配料的那個杯子 然後麵條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是粗麵 所以它吃起來是比較有嚼勁的那一種 它有別以往 大家比較常見到的那一種拉麵的細麵 對 然後 其實我覺得沾麵也還滿好吃的 就是它余建希的沾麵 因為我剛剛用叉燒沾超多醬 我就覺得很棒 因為沒有那個醋味 然後大家來記得要點叉燒 它的叉燒真的是很好吃啦 它的叉燒 對 就是這樣 是不是想說這個角度是不是要離開了 沒有 我還在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完食 完食…完食 好 現在先偷學一下 我等一下念的時候 就把前面我偷學的地方剪掉 你們就會覺得說 天啊 這肉眼太好了吧